08年 13 條 題目是有一個 object 是 PQ 有塊鏡是 MN 首先我把鏡子當成無限長 問 MN 最小可以多小 可以拍到全身 當然如果整幅鏡是全身鏡 你一定會拍到 PQ 的全身 但你有發現 有些地方鏡子是沒有用途的 例如 Q 射到這個位置 再射出來 要符合物理定量是 射角等於反射角 但你發現這個位置 不可能會進入眼針 所以這段鏡子就沒有用 所以最小的鏡子射出全身 就是剛剛好 而最小的地方射出眼睛 其實可以 雖然這個位置不太好 但如果畫三角形 你會發現 我們要考慮兩隻三角形 一隻就是這隻 一隻大的三角形 這隻是四角的三角形 這隻三角形是 這隻是反射角 這隻是反射角 所以另一隻確定是相同 所以這就是相似三角形 如果是相似三角形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 這隻小的三角形 我先翻出來 我先翻出來 這個距離就是一米 這裡一米 是一米 大那個三角形 翻出來的話 這個距離就是有五米 這隻小的三角形 因為是三角形 三角形 所以我知道 這個距離是一米 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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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距離就是這間距離 牠的東西 約三米 34秒 所以 這麽 大約 最乘回OV 最乘回OV 所以這塊鏡呢 這塊鏡是 這塊鏡是 12分 所以這塊鏡 應該是 3乘回OV 所以0.5米 就足夠了 所以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A